原标题,月产三架歼20,两条卖动生产线全面开工大批威龙正在赶来。 卖动生产线可以说是生产飞机的流水线,传统的飞机生产方式主要依靠人工装配,效率低耗时长,所以航空制造业发明了类似于汽车流水线的卖动生产线,使用这种方式可大幅提高飞机产能,以美国F35为例,多条生产线同时工作,生产速度可以提高至每日一架。 作为我国最新一代的威龙,歼20战机什么都好,就是产量不好,此前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加上设备禁运,歼20的产量始终赶不上国外的高速度,如今经过浙江大学科研团队15年的技术攻关,我国终于研制出了17套飞机自动化装配系统和两条飞机总装配卖动生产线,为云20歼20等9个型号飞机的研制,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根据浙江大学和成飞总装厂专家联合法文表示,使用优化表度的方法,国产某型飞机的生产周期已由41天减少至30天,工作组数由12组减少至10组, 不过这30天时间是以卖动生产线的方式进行,所以不是只生产一架,而是同时生产多架,按照全年250个工作日计算,年产量可达40架, 也就是平均一个月生产3.3架两条卖动生产线的使用,使大批歼20威龙战机正在赶来,同时运复20级运9也可以走向快速生产的道路, 就对我国军事力量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,则任编辑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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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